大家進到簡報第八頁 這個是隨用整理官方的影片 這個你了解一下他的製作的方式 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聲音沒關係 因為那個沒有講話 你看 有沒有如果已經有一個設計圖了 是不是就是當底圖 然後這樣放 就跟真的蓋房子一樣 那董事長要告訴你 三個步驟可以完成 來第一個步驟 把你的平面圖掉進來 如果你有畫的話 好有沒有先設定比例石 對不對 比例石有了那開始蓋牆壁 然後有沒有 門窗 再放進來 那這個都有了地板就可以生成了 好 有沒有跟我們平常蓋房子一樣 誰有學過嗎 再來 你有結構體之後 我就要設定地板 牆壁什麼材質 然後你們家的家具 有沒有開始擺進來了 好 有沒有 你可以從外面找更多東西進來 那等到這件都好了 你還可以設定 我是 白天晚上 對 真的 他是有光影變化的 你知道我們有 坐北朝南 對不對 哪一個方向 光線不一樣 他真的有 那最後呢 你就可以把他送出 有光影變化的這個照片 還可以做成影片 接下來攝影機繼續繞 好 這樣就簡單吧 就這樣三個步驟 好 所以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你要有想法 怕的是你沒想法而已 真的真的 現在 跟各位現在用AI一樣 因為軟體越做越簡單 你看你們現在應該都有用AI吧 最近也是上很多 AI的 最大的好處就是 把我們以前要學的工具 花很多時間學工具的這個過程 大幅縮短 你當然是要對工具有一些概念 可是你不用像以前 我花那麼多時間在練習這個工具的使用 你只要有概念 這樣你要跟他溝通就比較容易了 好 那了解了之後 各位 麻煩幫我看看第九頁 可以接受到中午為止 就可以 做出這個嗎 怎麼會 怎麼會不可以 老師問可不可以 一定都是可以嘛 對不對 要有信心 好嗎 真的真的你可以的 要相信自己 要怎麼會 有信心 無疑 我 都可以